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这里自己头草边的牛有多大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在四川南冲彭安县的 向如增的油墨房村啊 这个地方呢叫做 百牛渡江景区 向如镇呢就是司马向如跟卓文君的一个故乡啊 这个景区目前是免费的 而且停车费也不收 这里有一个奇观是什么呢 就是百牛渡江啊 非常壮观 周围是四面环山啊 这里 看一下 哇 很美 这个百牛渡江啊 在这里是非常出名啊 如选了国家地理 这个牛啊 就从这个上面啊 走到这个下面 然后渡到加鲤江那边去吃草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早晨六点多啊 今天呢我们来看个奇观啊 两百多头水牛呢 同时渡过加鲤江 非常的壮观 这块有个桥可以通到观景台上啊 看 牛就在下面 看到没有 5号 这个在这个 2010年的时候啊 每年的 四月的最后一个周呢 来这里开始举行放牛节啊 放牛节已经进行了三四年了 我们看看前面大草原 这个地方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啊 相当的美 哇哦 观景台到了啊 有人已经回来了 牛还没放过去了 就回来了 早以前呢 这个地方的水是没有这么深的 就是说是河床是裸露的 这下面就是牛啊 两百多头牛 这个牛呢 就可以走路过到对面去 对面这个是太阳岛啊 这就是由于加鲤江 这个不断的流经彭安县 冲刷而形成的这么一个岛屿啊 共两个岛 一个是太阳岛 下面那个是月亮岛 月亮岛比这里要远多啊 哇 这个牛呢 早晨八点半呢 就从这里冲出来 去到对面吃 吃草 这是一种生物种啊 已经形成了多年的习惯了 这个水呢 早前并没有这么深 也许当年过不了船 1994年呢 这个马回水建站 建站以后呢 由于蓄水 导致这里的水油 水面升高了 水面升高以后呢 这个牛就不得已 游到对岸吃草 这个牛呢 首先呢 说啊 我当时来的时候 我怎么怀疑啊 这个牛会不会淹死 后来跟这里人打听了一下 这个水牛啊 它会水 想想这个东西能走这么大的船 说明这个水有多深 这个牛要不会游泳的话 肯定会被淹死 在这里 看看那边的奇山显峰岸 哇 沉雾满满的 非常的美啊 这个地方 真是太美了 让人来了就不想走 还有那个渔夫划着那个小船 在往过走 可能这个照相机照不太清楚 牛就开始渡江了 共有200多头水牛 场面太壮观了 开始放音乐了 我个人感觉呢 这个牛啊 为啥要放的时候放音乐呢 可能他有这个音乐 他会才会出去 不过呢 这个天气也是十分的热啊 估计牛在这个岸上 一晚上也会热的受不了 而且他还要忍受 这个蚊虫的叮咬 所以是每天早晨 是迫不及待的 想从这里出去 看这些牛下江水呢 有没有一种 像下饺子的感觉啊 顺便说一下 这个江水 因为我昨天来过了 这个江水呢 当地村民说是 大概有六米深左右 不过呢 听说过段时间 这个江水要涨 江水要涨的话 就会把对面的这个 小岛淹掉啊 所以呢 到时候牛能不能吃草 还是一说啊 因为这个淹掉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来过 尤其冬天的时候 我也没有来过 只是在夏天的时候 这是第二次来这里 而且就像这个牛下水啊 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我听当地人说啊 这个有这个领头的牛 这个领头的牛啊 它是每天固定的 直接游到对岸 如果这个领头的牛呢 如果它不领到对岸 有可能就把整个队伍带拼了 看看今天发生什么情况了 今天这个情况 它就没有直线走 这个牛今天是发生点意外了 应该是意外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因为这个头牛 它领着去江里面游泳去了 并没有直接游到对岸 我们昨天看到的是 这个头牛领着直接到达了对岸 然后就开始登岸吃草 看看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啊 现在还目前还不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呀 还是真的出生 出现了这个意外 可能是由于这个天气太热 现在这个牛呢 没有按照指定的路线走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 现在这个温度 在彭安县这里已经达到了 三十七八度 非常的热 而且感觉这个天气 非常苦 刚才发生了点意外 这个牛上点没上了岸 那这个放牛人 还在那里指挥呢 就是 带头的牛给跑先了 跑到江里面游泳去了 我的船来了 单独要了个船 现在呢 坐这个船到对岸 去看看那边 漂不漂亮了 我现在上了太阳岛了啊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对面放牛的一个地方 哇 这块是一片大草原啊 跟草很茂盛啊 这水流的冲刷下 确实是习惯啊 牛就在那边 我们过去看牛 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啊 看一看啊 这些牛来这里仿佛是在一个一店园里面一样 随意的吃草啊 没有人管这里 哇哇哇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 这边有个 这边也有水啊 正好这边有户了 过不去了 只能来这边看看牛了 这有一头牛 还在水里游着呢 不肯上岸啊 哎 今天这里真是太漂亮了 看这个牛是怎么上岸的 一 头都看不见了 全全身浮在水里面 这么重的身体 居然能在这个江里面油啊 这里有好多的牛啊 哇 哇 啊 那边的牛真是太多太多了 这里有了 so 并非 那个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